嗨!今天就是好久没有拍的一日vlog 跟着我一个人出去玩的vlog 为什么想拍这个视频呢? 其实这视频是我临时想拍的 今天真的很心烦 我什么都不想做 我就想一个人出去玩 而且我只想一个人去玩 一个人呆着 真的,你们有没有 你们有 我当个相机指甲昨天晚上 出去拍视频的时候不知道人哪了 所以我今天是放在这个小杯子上面的 就没有指甲 你们有没有一种觉得 就身边一大堆人仿佛 就自己是没有恋爱的 我是真的不懂 我身边的人全都在基本上了 90%都在恋爱 就算没有恋爱 也有那种暧昧的对象 有时候真的觉得现在是怎样 有事吗?他们 像我有时候视频面老是说 我现在谈恋爱 我没有谈恋爱什么什么什么的 我也没有那么想谈恋爱吧 我觉得我是那种 还蛮想说自己一个人的那种生活的 而且我一定要有自己一个人的空间 我有时候我就想自己一个人呆着 什么都不说 就一个人呆着 我就觉得那段时间就 很有那种放松精神升华的感觉 如果身边有个人的话 真的会让我更加有那种压力感 今天是领时拍这个视频 知道我最近有多惨吗? 就包括相机支架 今天想拍视频 反正相机支架就不知道昨天晚上丢哪 我昨天第一次戴出去的手镯 新买的手镯 也不便宜的那种 刚戴出去 我现在就不知道丢哪了 你知道吗? 之前看到我有个带着鼻子一面的 是为了固定我这个假鼻子的 那个比赛的话 我在网上是390个 那个是我买的第二个了 390个我买已经第二个了 第二个又掉了 而且我等了好久 快递被偷了 这时候我想给大家拍吃拨 我买了两斤五股鸡爪 两斤五股鸡爪 就这样子被偷了 所以就想给大家拍这个吃拨 我也没法拍 贼多事 但是我是不会被这事情打倒了 今天我就要告诉大家 即使身边有再多的凡事也好 已经损失那么多了 一般人肯定会觉得不行 越是损失越多 老娘就越是要消费 所以今天就是一定要出去玩 现在我们说的 心情不好 有钱人羡慕 就想去哪玩就去哪玩 不用工作 老娘今天可早起来工作了好吗 我觉得我最近真的是瘦了以后 我都不用化这种大脑装 我发现我是那种特别不能有肉感的那种人 因为有些人他长相还挺好看的 他长一点肉 我会觉得哇也很可爱很好看 我是那种一定要巨瘦 长一点肉就是油腻 所以我原本觉得我已经减肥减蛮多 但是我又认清这个道理以后 我又要开启第二波减肥了 这次打算减到68公斤 现在到现在还关注我的人 我觉得你们真是太善良了 我不完全无法想象 两个月前85公斤的我 你们竟然能关注一下 让我们油腻的我 在那里鼓励我 我觉得你们应该是仙女吧 是真的觉得你们也太善良了吧 抽离我本身 我看我的视频 我就觉得天哪 这个人也太油腻了 然后又胖 然后又阴阳怪气 今天是打算去三里屯 好久没去三里屯了 想想去逛下街 看看衣服什么的 三里屯的衣服没有打折的话 我真的买不起 其实我平时真的是很爱一个人出去玩 我不是那种约不到别人 我反而是觉得我自己更爱 我更加舒服 我喜欢听着歌 然后一边去看一下有什么好吃的 一边看逛街那种 就我是那种我觉得跟别人一起玩 也是很快的 但自己的话是不一样的快乐 在北京已经住了快两年嘛 但是三里屯我真的没有 我好可怕 给大家分享 我要去北京的那个gave to me 好像都没有很久之前 现在都已经快一年多两年了 看那个视频到现在的姐妹还有在吗 我知道我已经过期了 我还是在姐妹请深住我们的学校的时候给我看一下 其实我是很少很少去三里屯的 因为太远了 有小这种穷逼都不可能住在市中心 所以就是每次去三里屯的话其实真的还挺远的 我比较常去的是朝阳大月城 因为我离常大月城比较近张 我知道我就是昨天有看到那个私信 有姐妹给我私信 哇大发大发 你在那个什么豆瓣上可多人夸你了 我当时想说哇真的假的 我可兴奋我就赶紧去看一看 如果我就是一个很接受别人赞美的人 就看别人赞美我还是挺开心的 然后点击去看我就觉得 It's close man 看起来都是夸我的 但真的是觉得有种想流泪的感觉 就全部都是那种 哇我还挺喜欢她的 她很真实就是不火 我觉得她说话特别搞笑特别接地气 但是不知道什么就是不火 我还挺喜欢看她视频 听她唠嗑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感觉就是不火 来我现在活给你们看 跳一下了反正是挺谢谢大家 说这姐妹呢如果想让你的发火起来的话 关注三连点起来好吗 谢谢 我觉得今天这个妆化的好粗糙 我大也不要在那里说 就换这样还做美妆博主 你应该是丑妆博主吧 就原谅我今天这视频是出去玩好吗 现在都巴不得赶紧出门了 就还好烦化妆哦真的 但是我想说就出门的话 也希望大家可以欣赏到我的盛世美妍 我这样很不要脸 然后眼妆我也是臭气很大 你看就这两个颜色 天哪我这个这样粗糙的化妆手法 不用大家说 我自己也叫自己丑妆博主 给我10秒 我就能贴好一个双眼皮了 然后整个妆身上的化完啦 就是个非常非常淡的妆容 其实很淡我也是化了好久 就是要换衣服准备出门咯 然后今天出门就是这样穿 穿一个这种牛仔小外套 然后裤子也是一个牛仔短裤 反正就是穿的非常的直男 但是我现在就打算做一件非常不直男的事情 就是上个腮部 我想在这里可爱一点的感觉 小云之后就是这样啦 是不是很cute啊 然后我现在就准备出门啦 但里头比较远嘛 所以我今天出门的话 就打算就是比较奢侈一点 就去坐地铁去 等一下我平常走路 坐地铁对我来说就搞消费 哎呀开玩笑了啦 要是我妈看到这视频 知道你坐地铁对我来说 这也是搞消费 我妈应该会在家里面哭吧 因为地铁站离我家不是很远 所以我才说坐地铁的 然后妹妹们我们现在就出发 跟着我一个人出去逛街 一个人出去玩吧 好三里屯啦 怎么办啊 这里不是经常刷那些网上视频的 看到很多人在这里接拍杀的 万一他们要拍我怎么办 我先躲起来 然后把我那么美 不可以随便上镜的 我现在好纠结啊 不知道吃哪个好 每个都很好吃 可是每个感觉热量都很高 想吃热量低的 我来吃这个啦 点了一个矿泉水 一个烧麦 然后还有个猪肝面 我发现三里屯 这里真的是帅哥美女 不要太多 早知道不然三里屯了 那三里屯感觉自己就是个丑逼 而且还是个整个无恋丑逼 真的有一种饿到要晕倒的感觉 好饿 我应该是大胃王吧 这也太大一份了吧 说一句很欠杂的话 我已经饿了 说一句很欠杂的话 我已经饿了 你肯定胃口可笑吗 好 我现在恢复尽力了 然后现在去逛街了 吃饱就是不一样 刚才进了几间店 我一看到个价格 虽然老娘今天是想要来消费 但是也不想要大消费好吗 它不是太贵 所以它是太贵 所以我现在打算去朝阳大跃城了 我跟你说一个人出来逛街了 好处就是想去哪就去哪 随时变换去的目的地 如果我跟朋友出来的话 cut 他们肯定就觉得 哎呀改天去了 来都来了 就在这逛的 就blah blah blah 我觉得我的消费观真的是特别特别有问题 就是你要我花两千块买一件普通的衣服 我真的是不愿意 但是你要我花两万块去 整个油大概思考一分五十六秒 我就可以去交定金 定好日期了 一来到草阳大跃城 我就想吃咸鱼咸 好久没吃过咸鱼咸了 怎么办姐妹们快点告诉我 我吃还是不吃 我觉得是不应该吃的 因为那个热量太高了 现在已经晚上了 但是我心里面一直有个声音 就是来都来咯 知不知道呢 觉得还是草阳大跃城比较接地气一点 至少里面的东西在我消费范围内的 吃的也很符合的level 给你们看一下我今日的look 就是这样的 情人look 直奶 这里好红哦 是在怀疑我吗 我女明星 要我上这个 要我给你睡 买了一条裤子 然后一件衣服 这个700块可能在三里屯 就连个内裤都买不到 我突然间想到我昨天掉的那个手镯 突然间心好痛 对对就是要告诉我 以后再也不要买这种有着美的手镯之类的 我只买那种路边摊的 掉了也不心痛 然后我现在就是准备卸妆啦 我这样子一边录视频一边自己一个人出去的话 真的有种好样感觉 跟大家一起出去玩的感觉 就虽然我今天也没干什么 但是这个心情整个就没有早上那么那么的烦躁 反正今天过的还是挺开心的 可能就是在别人看来就可能比较多朋友 或者就是谈恋爱的人看来 我会觉得哇我这样子其实挺凄凉 挺惨的 但是我真的不觉得我这样子有什么凄凉法 我觉得这是仅属于我自己的一个乐趣所在 我现在真的觉得其实谈不谈恋爱这东西真的就随缘 就你不要去那么那么强调我已经单身了这么久了 我从来没有体验过就是我一天看这种情侣中 可能就是你不开心啊什么 别人会就是会把你当个宝样啊 因为你或者说你可以尽情的一些释放你一些小脾气 但是我觉得我在我自己的世界里面很重要的 有我有爱就是家的存在 就我并不需要说一定要一家三口 或者就是说一定要有个人陪着我 特别特别的感谢我自己的 就是在来北京这一年多里面把自己照顾的这么好 前天晚上可能看到我来北京 就是从回首来北京那个Vlog 就整个把我看闻了眼泪哐啦哐啦的牛 就觉得说那时候自己真的是个挺美好的存在 并不仅仅是我 可能你们可能会看前一年的自己都会觉得说 哇那时候真的是整个特别单纯特别美好的存在 但是你们千万不要认为现在自己就可能变得比较 事故的各种有的没的经历的人 必须要感谢现在自己 要没有现在自己的那份勇气以及坚强的话 你是不可能活在今天的 我觉得任何活在今天的你都要去感谢自己 而且我真的觉得 我觉得我真的说下去可能会哭 就是我真的觉得 真的不知道为什么就很想哭 就我不是那种三情的 就我就觉得我自己真的是很为我自己感到骄傲 就是在于减肥这件事情上 我真的真的瘦下来的 因为在我减肥这段时间内 没有任何人去支持我 没有任何人去鼓励我 反而就是大家都会觉得说 怎么用说的减肥真的假的 我太不信真的能减下来 反而一次我忍住了自己嘴巴 并且就是去运动去减肥 都是靠我自己去支撑我自己 去鼓励我自己去做下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不要替孤独的自己感到悲伤 或者就感到空虚感到难过 就不要浪费自己孤独 每一天我刚才洗了个脸出来 我刚才在想我这个logan 应该不会很负能量吧 其实挺害怕给大家带的负能量 因为本身我的负能量也是蛮满的那种 不过我真的我不喜欢跟别人分享的负能量 我觉得任何人都没有必要去替你分担 你的一些不开心以及负能量 就把我当作一个正在观看人来说 如果我点进一个视频里面 就是或者一个直播里面 就一直在你负能量上着他那个脸 我就真的觉得 You know so my 有事吗 就搞得好像全世界都欠你那样 我觉得我还是正能量满满的吧 大家如果生活不如意就来看我 你看我就是又没学历又穷 长得也不咋的 就现在这个样子还是花了很多钱 才长这个样子的 就有没有觉得顿时生活美满多了 因为你知道姐妹比惨痛苦减半 所以不开心的话 我们就一起来比惨吧 我觉得我现在看我自己的以前vlog 跟现在对比 我真的觉得我真的没有那么矫情逼去了 我觉得不是说我变了现实 或者说社会什么的 我觉得是我变坚强了 生活中很多不开心的 很多不如意的事情 不要那么的纠结于说 为什么这些事情会发生在你身上 为什么我没有恋爱谈 为什么别人谈恋爱 为什么我那么惨 他们不惨 我们人出生在这个世界 就是为了体验一切好吗 就一切不开心的 他也是仅仅是一种体验而已 就像我的手镯第一次带就掉了 我有没有说 接着视频第三次说了 就虽然白色的时候 我真的是很纠结于认识 我就觉得说 为什么我第一次带就掉 为什么我这么惨快又被偷了 为什么为什么 但是其实今天一天就自己 给自己一个放松的机会下来 我觉得算了算了 掉就掉了没缘分了 算了算了 然后今天这视频到这里 就操作结束咯 然后我只要看视频 也可以从我这里得到快乐 以及正能量 然后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